音乐 其实我们修行我们都知道嘛 每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会强调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重点 那什么是修行 我相信同学已经知道 就是修我们的身口意三者 在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日常生活当中 举凡就是举手投足 都是在身口意这个地方 做一个观修跟调整跟修整 这个叫做修行 没有错 相信同学都已经非常非常熟 而身口意三者呢 其实更加核心的就是意 为什么呢 因为意其实会引发我们的身跟口的一个造作 所以其实真正 其实在谈到修行的时候呢 其实如何调心 心意识是同时就是可以一起来看的 如何调心就是我们生活 以及生命 修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必须去面对的 所以社论曾经 社论不是曾经 社论其实有一句话 社大圣论 就是调此难调心 世民什么呢 我说什么呢 真犯志 也就是说其实在真的要面对我们这个心 要去做一个修持跟调整的时候 这么呢 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修行者的一个所谓的范志 这个才叫做修行 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心的时候 要如何去来做一个所谓的修行的一个所谓的修持呢 尤其是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境界来的时候 要如何去做一个所谓的面对跟承担 相信同学一定知道嘛 学佛之后不是保证我日后永远都是幸福美满 不可能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业果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生命当中所遭受的任何的一个境界 跟我们过去所造的善业恶业有很大的连结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我们学佛之后保证不会生病不会短命 不会得癌症 曾经有人跟我说 学佛之后不会得癌症 我说没这回事 因为每个人过去业跟现在业 还没有学佛之前其实所造的业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保障 跟所谓的一个保证 说我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学佛到底能够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部分 必须要去理解的部分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曾经说过 累积更多的上法 然后增加自己本身面对境界的 承担力 承担力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佛弟子跟 没有学佛佛弟子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问题来了 如何去增加我们的承担力 如何去增加我们的承担力 其实承担力主要表现在 我们在遇到生活的时候有没有 生命不顺利不如意有没有 你有苦受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怎么样 学习佛法可以去运用到的 同学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你生命遇到不顺利不如意苦受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用我们所学习过的法 佛法有没有 像比如说智慧啊 我们的慈悲啊 我们的忍耐啊 我们知道那个法是不实在的 是虚妄的 要去理解它 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的苦所带来的 其实就不会像一般世间人 所感受的这么的沉重 这么的沉重 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业力的展现对不对 而且它是一个不是真实的 一个所谓的苦 真正的苦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 主要是我们去抗拒它 主要是这个样子 所以渐渐而言 渐渐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真实的面貌的时候 其实你会训练出新很强大的一个什么呢 很强大的新的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就是法 为我们带来的所产生新的承担力 新的承担力 所以希望同学知道 所谓的新的提升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看出来的 看出来的 而不是说其实读了多少的知识 然后呢 就是认识多少的佛教的道理 希望能够理解它消化它 然后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 能够带来我们在生命上最大最好的一个 所谓的指标跟影响力 那同学可以了解吗 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产生很好的作用 那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可喜可贺 我们都是在这个这条道上怎么样 在继续不断的努力跟用功 希望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 也能够带给我们最好最大的一个正面力量 跟那个法的加持力 让我们从法的成长呢 其实无限的成长 无限的提升 这个是一开始我们互相勉励的地方 互相勉励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程 进入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的上周呢 其实讲到了 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讲到什么呢 一开始其实上周就处理了谁啊 就处理了贫婆梭罗网 对不对 所以我在投影片上呢 其实是从上上一周 韦提西夫人希望如来 教她什么呢 思维正受 可以到一个净土 怎么样 清静的地方去好好的修持 那如来其实就是试达 主要回答了敬业三福 这个是上一周 其实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关键点 这个也是什么呢 在我们修行净土的一个柱形当中的一个重点 而呢在讲这个之前呢 其实就处理了贫婆瘦罗网 贫婆瘦罗网因为世尊 有没有的加持 以及之前的受戒跟文法 而取证三果 对不对 这是上一周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所知道的 而三果之后呢 其实有说到 那个韦提西夫人 其实官修这个十六关行的时候 即将会证得无身法忍 所以我们上一周 对于无身法忍 稍微做了一点点的介绍 这个介绍其实是一点点啊 日后其实还可以对于认的部分呢 可以多加的一个 所谓的介绍跟说明 我相信其实会带来 很好的一个认知 而呢重点是在敬业三福 那敬业三福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而呢课本是在第124页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 记下来有很好的好处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 我大部分的学佛弟 都知道净土法门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不是哦 有些人他其实学习佛法 不是从净土法门进来的 而呢他一接触到的时候 你背这三条出来哦 他会吓一跳 说啊 原来净土法门 是这样子的一个殊胜 我们就怎么样 劝化他人 劝进行者啊 我们就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而呢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修辅的一个很好的点 所以我们背下这三条 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接引修行净土法门的佛弟子们 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做的地方 累积我们自己本身的什么呢 助行 助我们净土之行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方式之一 而静夜三福呢 其实就是向父母 封师师长 每一个其实都很深刻 当然来不及就是细讲啦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呢 是需要好好的去体会跟深入的部分 用讲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个说明而已 那不如同学好好的去记 好好的去背 之后呢 其实用到的时候 再好好的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更好的理解 然后呢 其实今天呢 就是进入到哪边呢 进入到 我会觉得也是一样很重要 而且今天的课程算是 有一些 就是天台很重要的一个观法的一个所谓的重点 所以今天的课程如果觉得太难的部分呢 同学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的课程其实会连结到日后 魔后止观 所要谈的观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都是做一个事前的一个先了解 事前的认识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部分 很好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 就是经文的部分 就是我们课本第130页 这个时候啊 佛就跟韦提希夫人说 你呢 是凡夫 心想雷略 未得天眼 不能远观 不能远观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非常非常清楚说明 其实韦提希夫人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呢 还没有证得无身法忍 所以这个时候韦提希夫人 还是凡夫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状态 那因为凡夫 所以心跟想是什么呢 不会广的 所以是雷略的 然后 未得天眼 不能够远观 这个就是有关 那个佛跟韦提希夫人讲说 你现在的目前状况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 我们怎么样凡夫 不能够看得很广的原因是 在这个地方 因为不只说是心眼不广 而且还有很多的杂念跟妄念 这个叫做心想雷略 而且没有证得身闻 乃至菩萨的天眼 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 佛就跟韦提希夫人说 诸佛如来有义方便 那么就这个义方便 就可以让你可以得见净土 得见净土 所以呢 其实这几个重点 其实是在义方便 那包括还有心想雷略的 这个所谓的认识 跟了解 那这个就是经文的 这两句话 的一个所谓的认识 那我们看术怎么说 术怎么说 必须跟同学先说一下 在有关从这一段开始 经文的这一段开始 我们的课本的数跟超 其实底下我会用比较详细的 智者大师的数 跟智理大师的超 先做一个所谓的展示 让同学知道说 智者大师说了哪些 然后呢 全部都大概知道之后呢 或者是我会介绍比较清楚之后 再来看我们的课本 我会觉得会 比较可以详细的了解 比较可以详细的了解 所以到时候我会把秀说 这个是所谓的树的全部的文 然后这个是超的全部的文的时候 同学就可以看一下投影片 参考一下 然后再对照课本的一个说明 我相信会更清楚 更清楚 那这边底下呢 是树 树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也就是我们课本的树 那树呢 是这么说 就是智者大师说 辱是凡夫句 辱是凡夫句呢 就是指第一句 佛跟韦提西夫人所说的 张其分其不能够远观 说明凡夫的什么呢 分其就是他的一个局限 局限 跟佛差多了 所以没有办法像佛这个样子远观 不能够远观 那心想雷略 未得天眼 雷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呢 表示说我们的眼睛心眼 看得不会广的意思 因为雷其实有那个瘦弱 病弱的意思 还有疲惫的意思 而略呢 就是不只是不管 而且呢 还有很多的杂念 还有很多的妄想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凡夫的原因 没有得到天眼 所以不能够远照 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其他的国土 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句 那后两句 后两句就是诸佛如来有义方便 令辱得见 这是后两句 那言方便呢 非直观明方便 以佛立故见者明为方便 我们上一周其实有学嘛 对不对 能够到那个所谓的见到净土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直观嘛 一个是仗着佛立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义方便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佛立的原因 所以名为义方便 这样可以知道 那这个就是有关经文的这一句话 在那个观金术 智者大师的解释是如此 但是呢 地嫌法是并没有把智者大师 全部的内容放进来 因为这边其实还有讲到 韦提希夫人 他的一个所谓的阶位状态 他的正德到底是到哪一个阶位 所以真正数啊 他的一个内容是全部是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的课文 其实课本其实是有重叠的 但是因为他没有列到 韦提希夫人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列出来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让同学知道 韦提希夫人呢 他到底是凡夫呢 还是菩萨 那树呢 的原文是在这里 那第一句话 其实就是课本有的 说韦提希夫人呢 你是凡夫 张其分其 然后呢 不能够远观 这个是凡夫的状态 那讲到韦提希夫人 其实就是讲到我们众生凡夫的状态 不能够远观 那这边有说到 韦提希夫人呢 拾大菩萨 此会呢 吉德无声忍 意思就是说 吉德 但是呢 还没有德 对不对 就是未来即将得 这个叫做吉德 但是呢 他在本地 现在讲视线的是鸡门 对不对 所视线的是鸡 那他的本地 实是一个大菩萨 但是他在这边呢 其实是视线跟反复一样 是心想累略的 为得天眼 不能够远照 看到其他的佛国土 佛国土 这个是树 其实完整的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比较清楚 那有义方便 令辱得见呢 的义方便 即是呢 十六观非直观明方便 因为佛力的原因 见彼国者 义是呢 方便 这个是义方便 也就是说两种方便 就是十六观跟什么呢 佛力 十六观跟佛力 但是这边呢 更强调的是因为有佛力 更因为有佛力 当然义方便 其实就是十六观 就是后面我们即将要谈的部分 我们即将要谈的部分 好 这个就是树 其实比较完整的呈现 比较完整的呈现 也因为呢 我把树的原文放进来 所以超是解释树的 对不对 所以超对于这个地方呢 其实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说明 而课本是没有列的 那没有列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先让同学看 还跟得上吗 可以哦 很好 同学都非常聪明 好 那这边呢 其实就讲到天眼 天眼的了解 因为其实我相信同学一定会知道 天眼我知道啊 天眼就是阿纳律尊者 有没有 他被佛陀呵斥 对不对 然后因为精进力的原因 而怎么样 而眼睛失掉 后来佛陀教他 真正好好的修行的一个方法 而得到天眼 那种天眼我知道 但是是错的 因为那种天眼只是什么呢 身文圣者的天眼而已 那身文圣者的天眼 必须说我们还是一样必须要了解啊 请问一下身文圣者的天眼 跟这边所说的 分真菩萨的天眼 到底是差别在哪边 就是 身文圣者就是阿纳律天眼 那他神能够看到的呢 是有哪些 原则上其实以三界来谈的时候 天眼看到什么呢 玉界跟色界 因为我色界没有色嘛 对不对 玉界跟色界的 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世界 这个是天眼能够看到的 所以这边是有说啊 天眼所看到的是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也就是说 一千个小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那那个所谓的大千世界呢 乘以三的话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而这一个所谓的一大千世界呢 就是一个佛 一个佛的一个所谓的什么化境 度化众生的一个所谓的世界的意识 而呢 我们所知道的四禅天 就是玉界色界 无色界 在色界的最上面的第四禅天呢 他的成坏 跟所谓的大千世界是同时的 所以为什么他说 阿那律天眼最圣 所看到的是大千世界 他所看到的就是 那个所谓的玉界跟色界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大千世界 的范围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所范围 其实就是一个佛的化境 跟其他很多佛的十万意图的化境 他就看不到了 这个就是问的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 阿那律天眼最圣 但见大千 其有的天眼者 月十万意图 建安养乎 然后呢 这边是问 这边是问 然后回答的是 此与未得分真菩萨天眼 而呢 不是二圣 不是二圣 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边所讲的是 分真菩萨所得到的天眼 而不是身文圣者的天眼 那怎么去证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差别呢 在大经跟大制度论都有说到这个部分 就是引经来证明 菩萨所得到的清静天眼 跟身文 还有圆觉所得的不一样 那因为不一样啊 一时可以骗见十方世界 跟现在诸佛 现在诸佛 这个就是分真菩萨天眼 也是我们这边 谈到天眼的时候 还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跟认知 那也展示什么呢 展示分真菩萨的一个能力之殊胜 能力之殊胜 好 这个就是我们课本没有的地方 那我们把天眼呢 做一个所谓的分明跟了知 我想应该是很好的 应该是很好了 那底下呢 其实也是一样课本所没有的 这个课本所没有的呢 其实是在说明韦提希夫人 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跟他的一个修行状态是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要清楚 才不会有一些人其实会比较盲目 会认为说韦提希夫人 在这个当下就得到无身法忍 没有不是 而呢他的一个所谓的视线再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也怎么样 也要去了解的部分 也要去了解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这边 尾提十大菩萨只会及得无身忍 这个是刚刚其实在树当中 其实所出现的 那这边呢就是在解释树的部分 尾提十大菩萨是什么意思呢 他所显示的是韦提希夫人呢 在本柱的时候他是法身 那在我们那一个所谓的说婆世界是视线的 想要发起净土官门 所以视线跟凡夫是一样的 而呢此会及得无身忍呢 及的意思就是将 但是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正 就是此会呢文官 那么这个就会怎么样 即将正得法忍 并不是前文说 无身忍是韦提希夫人所正的 这个就是让我们更清楚 韦提希夫人在这个阶段 因为还没有听到十六官门 所以还没有这个能力 正得无身法忍 这个是韦提希夫人的状态 那我们看下面 文字很多啦 所以我想那个同学可以 那个稍微就是跟着 我念的这样子 一文起认知跟了解 前文乃是通说未来的一个众生 修十六官能得无身 就是那个佛陀说未提希夫人是凡夫 其实就是在讲我们 我们是凡夫 那我们呢修十六官 就能够得到无身法忍 人见是同凡夫之也呢 便为前文是未提希夫人正 那需要知道呢 己德不是乙德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清楚辨别的地方 那既然是说是十大菩萨 那乃是久正无身 那如来是根据姬的意思就是显现的 显现的 的一个所谓的视线的一个凡夫来做说明的 所以是显现凡夫嘛 那凡夫就是心想累略 略想的一个凡夫 修之那么就可以得忍 得什么呢 无身法忍 所以在讲未提希夫人的时候 就是在讲我们 在讲我们 所以显至妙观 然后能够隔下凡 而能够成就元圣 而这边呢 更强调的是什么呢 元教的成圣 就是修元教法 修元教法 所以这边呢 其实就是在讲到修的元教的妙观 就是一心三观的意思 也就是说十六观门 其实每一个观门 其实都是跟元教的一心三观做连结的 这样子才有办法顿成元圣 顿成元圣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地方 必须要去知道的地方 所以几个重点 有一点快 节奏有一点快 但是重点其实都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拿捏 第一个是天眼 对不对 第二个是未提希夫人的身份 有没有 还有吉德无身法忍 不是以德 是将德 那还有呢 重点就是 修这个观门 就可以成就元圣 大概就是这一个几个重点 那我想拿 抓住这个重点的时候 我想就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 这一部经 以及所做的诠释都跟修行 有很大很大的关联 所以同学要细看 细看 好 知道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往下看呢 其实就是有关我们课本的文了 课本的文 这个课本的文讲到超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应到竖 所以所对应的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一段 竖云 鲁氏凡夫剧 对不对 这个我们刚刚有看过了 所以鲁氏凡夫呢 是在表现凡夫的局限 不能够远观 不能够看到其他的佛世界啊 佛国土 这样子 那超云天眼有两个 天眼有两种 就是身文的天眼 跟纷争菩萨的天眼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内容的时候 在看这个 我相信其实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纷争菩萨的天眼 是这边所要说的 不是呢 阿纳律的天眼 不是阿纳律的天眼 大经二十二云 就是涅槃经 菩萨所得的清静天眼 跟身缘所得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身缘 是什么呢 身文原觉 对 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原文 其实就已经有说了 再看这边 是不是比较清楚 所以因为不一样 所以一时可以骗见十方世界 现在诸佛 这个怎么样 有经典可以证明 而这边呢 讲到远见 就是看到十方的一个 所谓的佛国土 是指的是菩萨的天眼 菩萨的天眼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看底下的 文字 是底下的文字多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文字呢 其实那个讲的这个重点 其实我会觉得 都不会太过于陌生 因为都是我们前面 其实都有稍微带到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不用太紧张 底下的操所对应的就是 言方便者非直观明方便 的这一句话的一个说明 那操呢 其实就有讲到义方便 就是十六观法起义方便 讲的是这个 那 起信论有说 那修多罗说呢 有圣方便 信念极乐 令生彼国 令生彼国 这个呢 其实就是引什么呢 起信论 讲到的方便 来做一个说明 但是呢 这个起信论的方便 不叫做义方便 是叫做慎方便 我呢 后面会引起信论的一整段文 让同学去看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知道 起信论到底是怎么讲的 同学看到修多罗这三个字 同学知道什么意思吗 对 也就是说起信论是一本论著嘛 对不对 他是马明菩萨所做的 对不对 他论的话 他也是一样是会引经的说明 来做一个证明 这个其实就是论的特色 你同学才不会觉得说 起信论怎么还会再讲经呢 会的 他也是论会引经的说明 来做一个所谓的论述 所以他说经典 有说到慎方便 但是他没有说到是哪一部经 他没有说到是哪一部经 而呢 经典说的慎方便呢 他说的是细念极乐 令生彼国 也说其实起信论呢 其实讲到慎方便 也是一样 其实就是讲到那个所谓的念极乐世界的意识 念佛的意思 念佛的意思 这个就是义方便 那非直观明方便呢 意思就是指一正 彼一正呢 有二方便 能令此土 凡夫得见 彼一正的意思就是 彼国的一报跟正报 就是极乐世界的一报跟正报啊 有两种方便 能够让我们可以得见 这两种方便就是 第一个是修观正寿方便 那修观正寿方便 同学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修十六个官门 得到三昧正寿 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方便就是方法 让我们心眼得见极乐净土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其实就是佛神力视线的方便 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呢 眼睛可以看得到 有这两种方法 对不对 既得见之有 有其而种 那就是可以得见的原因 得见之有 就是可以看到极乐净土的原因呢 有两种方法 而这两种方法呢 不是直观明方便 那佛力呢 另见意识方便 那这边的佛力呢 其实韦提西夫人所障的佛力 是释迦佛的佛力 以及阿弥陀佛的佛力都有 但是我们那个凡夫呢 其实还是一样所障的 其实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加持力 因为末代时 我们末法时代没有 清零释迦佛的说法 对不对 我们只能够依着这样子的一个修持 障着佛力 自立立他的能力 而呢 可以得到见得极乐世界的一个显现 那韦提西夫人呢 乃得二种之见 一者呢 将有随文坐观之见 二者呢 就是以蒙佛力视线见也 故于呢 为提见土之有 为提见土之有 所以主要 其实还是在讲这两种方式 那比较强调的 其实就是佛力的一个视线方便 能够让我们怎么样 可以得见净土 得见净土 这个是比较特圣的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佛教的修行法门 修行法门就修行方法的时候 大概没有一种另外一种方法 是什么呢 是可以仗着佛力的 就只有念佛方法 可以仗着佛力跟自立同时 而可以得到成就 我们今天其实会秀很多种观法 让同学去稍微有一个略观 略观 因为今天其实就是全部都是在讲 有关观法的部分 观法的部分 让同学有一点点略略的一个所谓的 知道佛教的修行法门有如此之多 如此之多 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去 拿一个法门号的去修持而已 这个是我们比较反复不知道 把修行当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所谓的修持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这边大概其实重点就是 在这两种方便 修观跟佛力 而以佛力为主要的一个特色 让我们去知道 但是修观呢 其实是我们主要要介绍的一个修持方法 修持方法 而这个特色方便 其实就是佛的神力视线 佛的神力视线 底下 后二句言方便者 那不是直观方便 以佛力固名为方便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课本所说的 课本所说的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课本第130 方便有两种 一个是修观正受方便 正受我们之前有说过了 所以同学是知道的 然后呢 可以让我们心眼可以得见 眼不是我们的肉眼 而是心眼 所以我们必须要观修 才有办法得见 仗受我们的定跟会的一个同时 指跟观的同时修持 所以术呢 说是直观 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佛的神力视线方便 能够让我们目击 所以故佛力令见也是方便 也是方便 也是方便 科云呢 有讲到得见之有 得见之有就是得见 得以见得呢 就是佛净土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有随文做官 或者是蒙佛视线 那今呢 为将来故称为渐游 为将来的众生 说明可以看到 极乐净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叫做渐游 这个叫做渐游 好可以 那我们就看最后 最后 最后其实就是 我们其实看了前面 有数跟超 大致上为我们解释的几个重点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地贤法师 他的切位 切位的意思就是他总结 在这个地方 其实地贤法师提出他的一个看法 而这个看法 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 其实地贤法师 因为是近代的一个所谓的 我们的一个高僧 他所提出来的都会比较浅显 反而呢 其实我们比较看得懂 比较看得懂 所以我们看地贤法师怎么说 他说据此 可以看到凡夫福心略想 心是浮躁 浮躁就是比较散漫的 比较妄想比较多的 这个叫福心略想 那若眼绝对不可能看到 所以众使得开天眼 也怎么样 未必可以看得到 那即使看得到 也是一样不能够看得远 所以安纳律尊者 只看到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就只是看到 释迦佛所教化的这一个世界 所以金云远见呢 非二方便万不能够去 故金云呢 诸佛如来有义方便 有义方便 这个其实以上 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理解的义方便就是这两种 而更殊胜的 其实就在佛力的一个所谓的加持力 而底下呢 其实是在讲起信论的部分 起信论 那起信论说有胜方便 那胜方便跟义方便 到底是差在哪边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 胜就是超胜 义呢 就是输义 输胜的不同 一个是超过超越的 这样子的一个输胜 所以金论和观呢 可以逐渐进土 是义胜方便法门 就把这两个字 义跟胜合并起来 叫做义胜方便 这个很有趣 这个就是什么呢 地前法师所做的一个结论 总结是在这个地方 总结是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地前法师引的这个起信论 其实是参考 知理大师的 因为知理大师前面 我不是有秀出来让同学看吗 知理大师其实 他是在这个地方讲的 对不对 起信论云修多罗说有胜方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地前法师他的一个 大概 大概其实他 讲的这句话是参考 知理大师的 那我们不禁 要想 到底大胜起信论 讲的这个胜方便的原文 到底怎么说的 我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这个好奇 像我呢 就有这个好奇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 大胜起信论的原文 怎么说 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那我先指出来 胜方便的这个词在这里 看同学看我的指标 有胜方便 社乎信心 而底下会说明 会说明 那大概知道地方之后呢 我们来看文 看文 众生初学是法 就是刚刚学习法的众生 就是我们 求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正信嘛 那我们要 这个信还没有生根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五根五立 对不对 信进炼丁会 对不对 还没有信 还没有生根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是很雀弱的 所以住在说婆世界呢 会常常会害怕啊 会害怕不能够 常执诸佛 跟清晨供养 这个还好 你知道吗 这个心的雀弱 有的人是怎么样 连雀弱都不知道 他不会啊 他不会害怕 常执诸佛 清晨供养 因为他不知道苦 不知道苦 所以其实我常常跟人家讲 其实真正要学法学进去 学习佛法的先决条件是 你要知道苦 要不然 那个所谓的动力 大概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知道印礼 不知道印礼 就不知道要星球 星球 不管是星球净土 还是星球涅槃跟解脱 都是一样的道理 好 这个就是自卫不能常执诸佛 跟清晨供养 据呢 为信心 然后难可成就 所以怎么样 他的那个所谓的抑郁退者 就是他因为很害怕 很难成就嘛 对不对 所以他的心 其实很容易退 那这个时候呢 当之如来呢 有甚方便 社负信心 所以这个时候就介绍好 大圣启仙人就说 这个时候其实就不用害怕 因为有一种很好的一个 所谓的方便法门 是要涉负这些初学的一个 所谓的众生的一个法 让我们去修学 那在这里呢 培养我们的信心 什么方法呢 就是底下 专意念佛的因缘 就是红字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念佛是一个很殊胜很殊胜 而且是一个很怎么样 很方便很方便的法门 那我们现在讲的念佛 我必须插开再稍微讲一下 念佛我曾经讲过念佛 从那个所谓的小圣阿含金时代的念佛 跟现在的念佛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那时候不是有跟同学讲吗 那时候其实比丘要到森林里面 去修行的时候啊 他们很害怕非人的干扰 那时候佛陀不是跟他们讲吗 你们其实你们去 所谓的森林修行的时候 你们只要意念佛 其实你们就可以不用害怕 自然会有护法神保护着你们 这个是念佛的 最开始在阿含金当中出现的 那到大圣的时候 然后念佛就会导向我们到另外的一个 清净国度来去做修行 所以这个念佛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 修行方便法 修行方便法 而这边呢因为是大圣嘛对不对 所以专意念佛呢可以 随愿得身他方的国土 然后呢常见与佛可以永离二道 永离二道 那个佛呢讲到佛就怎么样 就圆满所有的法门 因为佛认知的越深 其实你对于佛的念啊意念 你的那个圆满度会越高 因为佛 包含所有的圆满像 好圆满像 单单慈悲好了 当你对于慈悲的理解 跟修持越深刻 你那个圆满像的展现怎么样 会越来越加的一个宽广 这个就是念佛的书生在这个地方 那底下就是 如修多罗说 如经典所说的 如果有人呢专念西方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所修的这个善根 然后回向然后发愿 这个叫做回向跟愿求 然后回向愿求什么呢 生彼世界 急得往生 常见佛故 终无有退 这个就是大圣启信论所介绍的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只要生到极乐世界 就怎么样 就可以因为常见佛而不会退转 这个就是极乐世界书生的地方 所以若干彼佛 若干彼佛的法身 而且常情休息必经得生 可以助正丁故 助正丁故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大圣启信论 在讲到甚方便的内容 是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所学的怎么样 完全合并在一起 那这个也是一样 是可以很值得我们去参考 跟了解的部分 因为跟修学上 其实都有很大的互相辅助 互相辅助 这个就是以上的这一段经文 跟解释到这里 算是告一个段落 还OK吗 可以 单单看经文 我想一定没有办法看到这么深 一定要透过主师的一个解释 才有办法 所以当有人说 他只看经不看论的时候 其实就怎么样 就应该鼓励他多看论 这样子才有办法 对于经佛陀所说的道理 能够更深刻的 仗着什么呢 主师 仗着我们那个所谓的大德 以及菩萨 就是主师是菩萨在来示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诠释 而对于经法有更深的了解 更深的了解 好底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下一段 就是下一段 十 韦提西呢 就跟佛说 拜佛言 世尊如我经者 以佛力固 见彼国土 就是什么呢 依靠着佛力的缘故 而可以看到极乐世界 如果佛灭后啊 诸众生等 着恶不善 无苦所逼 那怎么样可以看到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 所以韦提西夫人 所葬的是释迦佛的佛力 这个时候怎么样 他为我们末代的一个众生 做一个请求 做一个询问 就是佛灭度之后啊 那这些众生 越到末法 众生的着恶不善 更加的深 更加的着 更加的恶嘛 对不对 更加的不善 然后无苦所逼 那这样子的一个众生呢 其实更加没有能力 去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个太好了 就是为我们做一个所谓的询问 就是为我们做一个所谓的询问 让我们末法 末法时代的众生呢 可以借着韦提西夫人的因缘 而修学到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好 那树的部分呢 其实这边也是一样 树的部分 我先列这一句 就是如我经者下 为灭后的众生请 我先列这一句之后呢 再把完整竖的内容先列出来 所以先看这里 之后再来看完整的内容是在这里 而这里呢 跟我们课本其实是有很大的雷同 但是因为它有做一点三件 就是地险法师有做一点三件 那我想全部列出来之后 让同学去看到树的完整内容之后呢 再来看课本 我想应该会更清楚 所以因为很大的雷同 所以同学可以照着课本再看投影片 树的那个完整的内容 那我想互相辅助看的话 其实会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清楚 那树有说 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课本的 我提白佛如我经者下 为佛灭后的众生请 我们佛灭后之后的众生 请这个法 请这个法 而底下呢 其实这一段的重点是在讲 着这个字 着恶不善 然后着恶不善 还有无苦所逼 这几个字的一个诠释 那这几个诠释 其实五着恶是大概 我们有曾经了解过 大概就是包含在这里面 但是既然已经列出来 这个无苦是什么意思 那以及智者大师所列的几个词 我会觉得多做了解 其实对我们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所以我们底下就是来 对于这几个词的一个 所谓的比较深入的了解 来我们来看拙这一个字 拙就是五着 不善呢 指的就是实不善 而实不善呢 就是我们课本的什么呢 对 就是十二 十二 这个十二 其实我相信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就是实善的相反 所以同学是很熟的 这个就是拙跟不善的了解 那什么是无苦呢 无苦这个地方呢 其实所讲的就是比较新的词 新的词 让我们去了解 无苦呢 指的是五道非乐 所以叫做无苦 那五道是哪五道呢 就是地狱二鬼出生跟人天 没有阿修罗啦 因为阿修罗有时候有 有时候一般是讲六道 那有时候五道就没有包括阿修罗在里面 因为这五道就是六道轮回嘛 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轮转 不断不断的在这个所谓的道上的 这一个所谓的那个六道轮转 那轮转其实就是一种 所谓的烦恼的一个所谓的轮回 所以它是苦的不是热的 故云无苦 故云无苦 这个是无苦的意思 是这个 那无苦呢 后面智者大师有解释三个词 叫做五二五痛跟五烧 这个就是我们稍微去了解的部分 为什么无苦它会衍生出来这五个词呢 而这五个词的意思又是什么 那五二呢 其实指的就是烧到淫忘酒 就是五戒 应该要去戒指的啦 那戒指这五二呢 其实就可以得到亲近 得到亲近 那五二不难理解 就是烧到淫忘酒 就是我们要去戒除的这一个恶 如呢 大金现遭恶难 王法刑防 这个呢 就是五痛 这个就是直接把什么呢 把那一个所谓的五痛啊 直接把它解释出来 直接把它解释出来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五痛 并不是 并不是有一二三四五 五个痛来让我们错理解 而是呢 什么呢 而是因为五二的原因 而呢 有那一个所谓的五痛的这样子的一个报 什么报呢 你会遭到恶难啊 你会遭到亡法啊 你会遭到刑法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结果 所以它的因是五二 而会遭到这一个痛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报啦 也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花报 我们讲到的花报 而五烧呢 其实就是 堕三屠苦毒 名为五烧 而这个五烧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果报 一个是花报 一个是果报 一个是花报 一个是果报 那比如说啊 在那个所谓的五二当中的杀嘛 对不对 那有人杀了人 他遭到什么呢 他遭到亡法刑罚 这个就是五痛 那之后呢 他剁了三屠的苦毒 这个就是五烧 所以五痛跟五烧呢 没有特别说 五痛是哪 一二三四五 五烧呢 是哪 一二三四五 没有 他五二 五痛跟五烧 是从因 花报 还有果报 来做说明的 来做说明的 而这个呢 三个其实都是什么呢 属于五苦的部分 五苦的部分 那同学对于这几个词 应该可以比较了解的对不对 好 很好 那底下呢 的这一句经文是 云和当见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这个就是什么呢 正是请世尊说明的这句话 叫做云和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好 这个树的全部的纹是这个样子 全部的纹是这个样子 跟我们的课本很雷同 所以我们大致上知道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所谓的内容之后 再来看课本 我想这里其实就怎么样 就很清楚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 然后让同学去看过 浊就是五浊 不善就是十恶 好 这是我们刚刚所秀的 对不对 好 就是那个十恶不善 五苦呢 就是五道非乐 好 就是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地狱二鬼出生 还有人跟天 好 而五苦呢 有时候用五恶 五痛跟五烧 来做说明 五恶就是杀到淫忘酒 好 五痛呢 就是献遭恶难 枉法刑罚 五烧是什么呢 将来会受到苦毒 所以五恶 五痛 五烧 分别所显示的就是 因 花报跟果报 云和当见等呢 就是真正韦迪其夫人 怎么样 齐寝佛陀说法 齐寝佛陀说法 好 以上其实就是我们课本上 其实所 那个所谓的 列的这样子的一个词 列的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是竖的文 对不对 所以竖的文呢 其实底下就是对于超 智礼大师要对于 智德所说 智德大师所说的 做一个说明 做一个说明 那说明我会觉得更加的详细 我觉得很值得去了解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 那同学先 那个下课 好 我们其实这边 其实就是进入到 要讲的是无苦 对不对 然后智德大师呢 又提了几个新的词 其实让我们认识 就是无恶 无痛跟无烧 那如果同学在课本呢 有看到比较后面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所谈的 其实就是因 花报跟果报的不同角度的说明 不同角度的说明 那既然谈到苦 其实我会更想跟同学来谈谈 什么是真正苦的因 因为这边的苦呢 其实是讲的是五道的苦 就是众生其实在五道或六道马的轮转 其实任何的一道的一个 所谓的夜感的众生 其实一定会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苦 但是真正的因是什么呢 真正的苦的因是什么呢 那在那个所谓的法句辟易经 有讲到一个例子跟典故 我不妨 我会觉得跟这里有一点点关联 可以跟同学来做分享 就是有一天 就是佛陀在设谓果的时候 然后他知道啊 因为佛陀有神通 有四个比丘在树下讨论 什么是世间最苦的事 那其实我会觉得 当有人讲到最苦的事 一定是从他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而感受到最苦嘛 对不对 所以这四个比丘分别是讲到 没有一个比淫欲更苦的 还有呢 另一个说是称灰 一个说是饥渴 一个说是什么呢 害怕就是进步这样子 那佛陀呢就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然后去关心啊 然后就去跟他们讲 你们说的都不是对的 真正最苦的事情 其实佛陀讲的是因 最苦的事情是来自于色身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色身而引发了种种的祸患 引发了什么呢 引发了他们所说的称灰淫欲 还有饥渴跟所谓的那个金布 然后佛陀呢就把他们过去生的一个所谓的事情 把他顺便讲出来 就是说在过去世的时候啊 佛陀是一个静静力的比丘 当时其实就有四个动物围绕他身边 那因为围绕这个所谓的静静的比丘的身边 会感到很安稳 所以这个四个动物分别是鸽子乌鸦 毒舌跟鹿 然后就围绕他身边 然后呢 其实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跟着 清静力比丘来做一个所谓修行 一样啊 这四种鸟兽也是一样 就是在讨论世间的苦 什么是最重的 所以呢 那个乌鸦所感受到最重的就是饥渴是最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饥渴的时候身体是最虚弱嘛 对不对 那身体虚弱神志不轻 然后怎么样 就很容易被猎人抓到 然后杀死这样子 而鸽子呢 其实他就说淫欲是最苦的 因为它会让人内心失去理智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失去理智你说的行为很容易 让你的性命不保 那毒舌就会认为撑灰最苦 因为毒害他人的心念一起的时候呢 不只自己受伤 别人也会受伤 而呢 鹿呢 其实最害怕的就是金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战战兢兢嘛 在山林在那边走路的时候呢 常常会遇到有猎人 或者是财狼虎豹的一个追赶 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这时候一听到 或者是看到他们的时候 其实就无暇顾及旁边的亲人 所以他认为金布是最苦的 然后这时候金经历比丘就跟他讲 其实这个都是属于之为末节 真正的苦就是这一个色身 这个色身 所以其实要跟同学讲的是 其实这个色身的原因 然后呢 而有什么呢 色受响形式的五蕴 我们的五蕴呢 我们色身是五蕴所聚合的 对不对 而我们的防腐的生活跟生命方式就是 不断的在喂养我们的色身香味处法 喂养我们的感受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感受感官好的时候 我们会一直加强那个感官的享受跟喜乐 我在这边呢 就产生了无边无尽的烦恼 在这个地方受极大的苦 是在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呢 佛陀开示法 让我们去认识真正 我们反复之所以在六道轮回的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断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根源当中 而呢 所谓的产生 那个所谓的不时的 虚妄不时的感受 而加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感官的喜乐 而怎么样 无边无境的轮回是在这里产生的 是在这里产生的 因为谈到苦 顺便跟同学讲 这样子的一个苦因是什么 苦因是什么 底下再一步一步讲 那我们遇到的该怎么办 那这边是数 我们先来看超 先来看超 超就是智里大师 对于智者大师的数 所做的解释 所做的解释 同学看到这么多的文字 不用害怕 一句一句看的时候 其实都是跟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 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跟连结 还有相似 所以我们就一句一句慢慢的来看 那超自体大师说 为提先领 然后视线方便 而呢 为请游 请那个所谓的视线 怎么样 视线这样子的一个方便 为众生请法 所以镜中有说 如果经者以佛立固 然后呢 鉴彼国土 然呢 付正请官法方便 乃以众生呢 而为请缘 为了我们末代的众生 而来为我们末代众生请法 所以镜中有说 那佛灭度之后呢 有众生等 卓恶不善 无苦所逼 那怎么样可以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上一节课 其实有谈到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都可以很快的 可以看过去 那无苦解释 也是一样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智者大师的述 有两种解释 就是武道非乐 就是第二个出生跟仁天 对不对 那武罪招报事 武罪呢 其实就是讲的是什么呢 武苦的三个不同解释 就是武恶武痛跟武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子的感德的果报 不管说是花报还是果报 都是会招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果报 以这两个角度来做诠释 这两个角度来做诠释 这个是无苦 这个是无苦 那底下呢 其实对于武道的苦的状态 在这里其实就是做一个解释 这个是上面其实我们没有谈到的 那地狱恶鬼出生跟仁天 对不对 他的苦在哪边 苦在哪边呢 第一个地狱呢 其实就是烧主苦 下地狱的不是被烧就是被煮 对不对 还有刀山啊 有没有剑林啊等等的 这个在地藏经讲的最详细 最详细 这是地狱 第二个呢 是恶鬼 恶鬼积虚苦 这个不用谈 相信同学也都知道 像木剑林的母亲就是如此 恶鬼积虚不是因为他没有东西吃 同学知道 因为他没办法吃 这个就是业力所干 业力所干 所以看到这个还是一样是要非常非常警惕 就是这个都是因缘果报的一个所谓的产生 那在恶鬼道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苦状 这样子的苦状 而畜生呢就是图歌苦 这个我相信同学都知道 尤其是像现在的那个畜生啊 鸡啊什么的 尤其是现在哦 我看到有一些影变是 有人为了要在商业上的让鸡很快的 有那一个所谓的那个成果 他很快的让你快速长大 甚至我不知道那个影片是不是真的 就是因为其实有在卖那个所谓的鸡肉 或者是鸡腿嘛对不对 他会注射很奇怪的那个那个针 让鸡可以产长很多很多只很多只脚是不是 很可怕很可怕 然后这样子呢其实就会怎么样 带来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生意上的收入 而这边呢其实还是要面对 你在这一道当中 所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果报 跟被歌仔图歌的这样子的一个苦状出现 这个是畜生 这个是畜生 第四个呢是人间八种苦 人间的一个什么呢 生老病死有没有 然后爱别离 愿真会求不得 等等的这八种苦 还有天上怎么样 会有五衰的一个象限 这个就是天上五衰苦 天上不是永远都是好的 当然天上是享乐 但是乐有享尽的一天 这个时候就会有五衰的呈现 五衰的呈现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五衰的视线 天上还是一样是会有五衰的视线 这个就是五道的一个非热的状态 次世圣亦多寒更名五蚓 次世就是讲到五衰 上面的五就是五道 次世就是五衰 圣亦多寒更名五蚓 朝于二报 遭感了一跟正的二报 这个名称是出自大本的五量寿经 金云大金事业 所以这里的大金不是讲的是涅槃金 讲的是五量寿经 所以大金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另外不同的指涉 所以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是超 超 在这边所做的一个说明 做的一个说明 那其实多懂的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这五个 这五个五道的一个苦的状态 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可以比较能够了解的一个所谓的详细 那底下呢 其实就是也是一样 是抄的文 抄的文 抄的文呢 其实还是一样一句一句来看 一句一句来看 而这个文呢 其实可以对照上面的 上面的数 所做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文字 数文呢 先列三五 三个五 三个五 就是五二五痛跟五烧 就是智德大师就列这三个名称 次呢 五二下 就是解释三个五 就是解释这三个名称 杀到饮酒是五二的因 如大金下 就是那个五量寿金下 解释五痛呢 就是花爆 五烧下呢 就是果爆 所以刚刚跟同学所说的啊 那五二五痛五烧分别是讲的是二因 花爆跟果爆 其实是呈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智礼大师所说的 而这里呢 其实会出现在我们的课本 课本 就是地前大师所截录的 其实就是这里的几个词 几个词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所以我想看到这个呢 在看课本 应该会比较清楚 会比较清楚 还OK吗 不会太复杂 对不对 我想这样介绍给同学 应该会比较好懂啦 要不然直接看课本 可能会有一点断断续续的感觉 好 那底下 燃其二爆并无五相 他所说的二爆 指的就是花爆跟果爆 有没有 五二有五个那个相嘛 对不对 有五个二因啊 对不对 烧到淫忘酒 对不对 但是五痛跟五烧没有五相 那没有五相呢 各称五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五痛跟五烧 是从五 五痛跟五烧 是从五二的因 而产生的 所以叫做五痛跟五烧的五 是从这里来的 孤比五文呢 后接结云 是为一大二 一痛一烧 乃至总云 五大二 五痛跟五烧 就是每一个二就有一个痛跟一个烧 所以叫做五痛跟五烧 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二五都是从因所立 就是五痛跟五烧的这两个五 都是从五二所立的 五二所立的 这个算是比较清楚 去知道这三个词的由来是什么 由来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比较能够全部的解释 也比较能够清楚 比较能够清楚 到此为止还好吗 好还ok 那希望没有造成同学太大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困扰 因为我会觉得应该会比较清楚 好那既然知道抄的全部解释这一段的内容之后呢 我想再来看这一段其实就审视多了 好就审视多了 就是抄云啊 尾提云 经者以佛利固见彼国土 正是什么呢 就是请由 由就是原因 由来嘛 然后然而赴正请观的一个方便法 观的方便法 如果同学看到那两个方便 会觉得很碍眼 那么其实就可以把它看 就是请观法的意思 好 那任何的一个法都是方便法 好都是方便法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 能够趋入这个道的一个方法 好方法 哪以众生而为请缘 故云呢 灭霍者的众生云和当见 就是佛灭度之后啊 那我们灭度之后的众生 怎么样能够见得这样子的一个极乐净土 极乐净土 这个我们刚刚有看过 好刚刚有看过 那五苦呢 术有两个解释 术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五道非乐 第二个是五罪招报事 五罪招报事 而这个五罪呢 其实就用五恶五痛跟五烧来做解释 五恶是阴 五痛是花报 而五烧呢是果报 可以看到 就是地险法师在摘录 抄的时候非常非常简洁 那相信 那相信地险法师是对于数跟超 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所谓的首赌啦 所以他在摘录的时候就是随手摘来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对他而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们呢其实就是透过 看了解超根数的全部的内容之后 再来看这个 我相信其实会能够更加的一个能够掌握 更加能够掌握 那刚刚其实有谈到苦因对不对 苦因 那当呢其实我们有生生有病的时候 生有苦的时候 如何去防止我们的心不苦 我会觉得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 我们不妨来看看 就是我们难免不管说是身体的一个所谓的病啊 的这样子的一个遭遇 境界的遭遇都会感到我们的身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病苦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办怎么办 在阿含经其实这样有一个典故 就是有一个长老 就是年龄满大的 年龄满大的 他来跟佛陀顶礼 那因为其实年龄满大都会有一个状态 就是什么呢 年老多病 而且气怎么样 一定会越来越少 气消啊气短这样子 所以他呢就很忧恼啊 那希望佛陀为他开示 让他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苦恼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学习这个方法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然后呢 佛陀就开始这一个长者 他说呢 你所说的这个色身有很多的病痛 那其实是因为你一直依着这一个色身的病痛来当做是依靠 所以你才会有怎么样 因为色身的种种的一个所谓的病跟老 气的消 而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个苦恼 但是你必须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色身是臭皮囊 那你呢要知道他的一个所谓的不实在跟无常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色身生病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心啊 所以你真正的要治的是你的心 你要学习这个道理好的学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产生苦恼 那这个长者就说啊好啊好啊 然后他就走了 所以他走之后觉得听得很好很满意 但是他好像不太了解 所以他就想说啊 摄地佛是最有智慧的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要请摄地佛尊者 离这里不是很远嘛对不对 我要去问问他 佛陀所开示的意义 他的一个详细内容是什么 所以呢 他就去跑去找摄地佛尊者 跑去找摄地佛尊者 所以这时候呢 他呢其实就去问摄地佛尊者 那摄地佛看到长者啊 他就还没有长者还没有讲话 他就先说 哎呀长者啊 你的容貌怎么变得这么的一个合跃啊 而且这么的安详舒泰 一定有姻缘 到底佛陀为你开示了什么 你跟我说说看 那让你呢 其实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祥和的容貌 然后呢 这个长者就跟他讲说 没有错啊 我刚刚就是听了佛陀所开示的甘露法语 所以我觉得身心清凉 那摄地佛就说 佛陀为你开示了什么 而滋润你的心灵 你赶快说 你赶快说 那他就说 佛陀呢 为我开示自己年老多病 而且很痛苦嘛 然后呢 说摄身有很多痛苦 不可以把摄身当作依靠 因为这个摄身只是臭皮囊 所以如果依照这个摄身享受短暂的快乐 就要遭受无尽的痛苦 那我们呢 其实就要体认 摄身难免一定会有病痛 所以我们呢 不用让摄身不要病 我们重点是要让我们的心不要生病 那摄地佛就说 摄地佛之所以是摄地佛就是这样 因为他聪明嘛 他就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问 进一步问佛陀说 那怎么样让心有病 但是呢 身有病 但是心没有病 那常常说没有呢 那尊者你一定很聪明 你一定知道 你可不可以为我开示 为我开示 这个其中的一个道理 那摄地佛 大概就是为 那个长者说 凡夫呢 其实是把四大地水火风的摄身聚合 当作是我 怎么样 就是这一个摄身 当作我这个摄身 这样子的话 无形之中会有我值 那因为有我值 就会有愁忧苦恼 所以其实那种痛的感受跟想法 还有心念跟意识 无形之中都含有这个我在 所以有我什么呢 色受想行事啊 这个就是五蕴 所以五蕴跟我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密不可分对不对 但是其实五蕴是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的 而在变化当中呢 我们又执着它是有我 所以因此 酬忧苦恼 在这个地方就会怎么样 就会产生 就会产生 但是我们认知它的无常变化 而呢 我其实是 不是真正有我在感受这一个的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就是摄利佛所说的 就是身有病而心没有病 这是我们学习的怎么样 很普遍的知识嘛 对不对 但是同学有认知到这一点吗 或者是同学 当我们有生 有病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有用这样子的一个法 来去做观照呢 来去做观照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长者听到摄利佛尊者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时候 豁然心开意解 豁然心开意解 那当然呢 其实五蕴嘛 色受响行是 其实我们在学这一个大圣观法的时候 重点是在这个心 在这个心 知道这个心的念念的无常变化 乃至它真正的究竟是达到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够不进的时候 这个才是真正的达到 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这一个的一个所谓的观照跟观修 就是我们要去下手用功之处 下手用功之处 就是跟同学顺便带起这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修行方法的其中之一 修行方法的其中之一 好 谈到这一个所谓的生病心不病 相信同学都可以用得到 那那个记下来我觉得可以帮助自己 那另外我会觉得如果有人需要也可以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 很重要的关键法 好等一下我们来看 切尾就是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帝贤法师的总结 总而言之以武恶为因 敢武道苦 朝武痛的花报 花报其实就是这个花 两个字是一起用的 然后呢 或什么呢 武烧的果报 故知前后的三五 都是由武恶之因所致 他写前后三五 就前面所说的后三五 就是武道五痛跟武烧 他的因是武恶 因是武恶 总结就是这一个 总结就是这一个 这个我会觉得就是更加深我们对于这个恶因 还有感德这个苦跟暴所产生的 有更加的对于说婆世界 有更加的厌离 我觉得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功用在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认识 好好的去认识 好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到这里 到这里 这里算是一个 我们今天要介绍经文的一个所谓的重点 是在这里 而底下就是要进入 我会觉得还蛮重要的官法 所以底下的部分呢 同学我们就一句一句来慢慢看 因为都很重点 都很重点 而这个重点就是属于比较 观设到天台官法的了解的重点 所以今天算是还是蛮重要的一个课程 蛮重要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来看就是底下的文 就是132页后面比较粗字 然后字比较小的这样子的一个文 而必须说这个文其实是 知理大师所那个素的 所作的 所作的 二如来达分十六大科 就是十六庙观 就是十六庙观 那观呢有十六 而庙只是一三 一三的意思就是一心三观 或者是一晋三地 那我相信同学是很熟 这个就是天台的圆顿止观 虽然是有所谓的 近啊 跟所谓的观 近跟观其实就是能观跟所观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以天台的一三三一来讲 能所是不二的 所以能所和说只是什么呢 一三 所以一三既代表了近 也代表了观 既代表了地呢 也代表了观 所以这个只是一三 一三 那为什么是能所和说 因为能所不二 如果同学还记得 知理大师的那个两重能所的时候 其实大概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相应 配合的一个那个所谓的理解 但是我这边不要再谈两重能所 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点复杂 有点复杂 比较熟的时候同学可以一并做理解 一并做理解 我们现在只是对于观做一个理解就好 那底下呢 其实就是进入到超隐毅力 上面这边还可以 我觉得这里的文字都不是太好懂 而且里面的内容还蛮深的 所以我们就一句一句来看 超隐毅力 这个毅力是一本书 叫做止观毅力 同学有听过吗 没有 所以这里我就不可以把角度放太快 因为每一句都是重点 单单毅力这个词的一个了解 它其实就是我在底下注解的意思 就是注书的主止跟体力 就是这本论著啊 它的主止跟体力叫做毅力 那为什么要解释这个词 因为止观毅力呢 它所要标示的重点 就是磨合止观的主止跟体力 知道意思哦 而呢磨合止观的 那个所谓的主止跟体力 同学可能如果对于天台 有稍微一点了解的时候 其实会知道 啊 赞然大师不是有写一本叫做 《辅行传宏解》吗 他不是解释磨合止观的 为什么还会有这本著作呢 如果同学有这样子的一个 引发的理解的时候我觉得很好 因为呢 两本的差别是在 一个是详细的解释 一个是大概的解释 没有错 这本就是赞然大师所做的 止观毅力就是赞然大师所做的 所以赞然大师哦 他对于磨合止观 不只做了详细的解释 还有做一个大纲的解释 这个是对于后代的一个所谓的佛 天台弟子们有很好很好的 辅助止观了解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参考的著作 所以赞然大师 为什么之所以叫做中心天台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在这边其实下了不少功夫 而且后代的一个佛弟子们 天台弟子们 受到了不少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帮助 帮助 所以这边讲到毅力 所以我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赞然大师 那引一立云呢 服三观者 义呢为三众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所说的三观 我们很容易说 我知道嘛 三观就是空甲中 但是这边讲的不是要讲空甲中 而是把那个观法分成三类 这个叫做三观 而这三类当中呢 每一类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用一心三观 这样子的意思 这样子的意思 那总之呢 这句话标示出来 其实我要让同学知道 这句话第一个 要让同学去认识 有一本著作叫做直观毅力 而这本著作是赞然大师所做的 第二个呢就是后面 会做一个所谓的介绍的三种指观 三种指观 而这三种指观呢 我们后面再一一来看 一一来看 好那既然是赞然大师 那我相信同学是熟悉的 是熟悉的 那有一些同学可能会稍微有点陌生 有点陌生 就是我们没有真正 读赞然大师的任何一本著作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那但是呢 我们每一本著作都离不开赞然大师 我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我们 不管说是在读法华文具 或是法华弦翼的时候 我们每读的这一个著作 一定不能够离开赞然大师的一个解释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 一定会参考赞然大师的一个著作 要不然赞然大师的一个原文 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去透彻理解 包括啊 包括我们这里也是一样是如此 就是智里大师 其实在著作这一个 那个所谓的那个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啊 他其实也是一样是有读赞然大师的著作的一个所谓的基础 要不然没有办法去完整理解智者大师他的一个著作原貌 这个就是赞然大师的重要性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那右手边呢 其实就是列天台九主 让同学去知道 就赞然大师他所扮演 其实在主师的这一个部分呢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量 他是列在天台第九主 就是今夕赞然 我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 但是以学天台者而言 这个是必须要去知道的 必须要去知道的 那如果有些人排是排这样 初主是荣述菩萨 但是有些人是排初主是智者大师 如果是智者大师的话 那么赞然大师就是六主 那如果初主是荣述菩萨的话呢 赞然大师就是九主 就是九主 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大概去知道的 那一般而言 智者大师就是四主 天台那个祖师的四主这样子 那几个重要的人物 像慧文 慧思 智者大师 对不对 张安灌顶我相信同学都是知道 那中心是那个所谓的赞然大师 赞然大师的师父就是玄壤大师 那前面这两个就是比较没有听过的 就是智威跟慧威法师 这个比较没有著作流传在后世 那这个就是六主跟七主的部分 那九主就是这几个 就是这几个 那赞然大师呢 其实沙威介绍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太大的一个对天台所做的贡献 第一个他是天台中的中心之主 中心之主 然后呢 他有名称叫做金西尊者 所以当呢 没有赞然这两个出现的时候 叫做金西大师 那同学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这个 那个所谓的金西大师所讲的就是赞然大师 就是赞然大师 另外的一个名称叫做妙乐 妙乐大师 妙乐大师 所以有时候祖师大德在写赞然大师的时候 他不会直接讲赞然或是金西 他就直接讲妙乐 所以我们看到妙乐两个字啊 要知道他所指的 其实就是赞然大师的著作 不是法华玄义记呢 就是那个 不是那个所谓的著作法华玄义的 就是著作法华文句的 那个所谓的论著 那另外一个叫做祭祖法师 祭祖法师比较少用 然后比较少用 那底下呢 其实就是对赞然大师 他 其实对于天台的一个所谓的功勋 道喜是做了什么事 而有他的影响力 那我列了两点啊 两点我是参考其他的一个所谓的著作的 第一点其实就是对天台的基本理论 三大部做了注解 三大部就是 法华玄义法华文句跟魔后指观 那吴小步其实都做注解的就是 知理大师 就是知理大师 所以他做了这个注解 其实所发生的 发挥的影响力之大 那这样子呢 其实他就有他自己本身的 基本的见解 对抗其他当时唐朝的很新生的宗派 像禅宗华言宗 跟那个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韦世宗 对抗这几个宗派 非常非常的有力 所以第一个就是 基本的理论三大部都做了注解 而且呢加以发挥 而他发挥的部分呢 比较有名的是 他非常强调无情有佛性 无情有佛性 然后呢因为这个无情有佛性的一个论述 产阳出来 就打遍了所有的宗派 然后提高了天台 他的一个所谓的那个高度 他的一个高度 所以他的这个无情有性之说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什么意思呢 无情说明草木 还有什么呢瓦石 都有佛性 都有佛性 为什么我们以后再好好的说明 另外呢 就是第二个就是 对本中原有的伦理加以补充 还有批评了 慈恩、贤守、禅宗、各家的理论 这个刚刚有提 还有就是 湛然大师的弟子 我会觉得很值得一提 就是他除了有 他自己本身传承的弟子之外 他还有什么呢 日本过去跟他求法的弟子 所以呢 日本 其实的宗派当中 天台宗是 算是最大的 如果同学有对日本佛教 有一点了解的时候 就会知道 而日本的天台宗的传承 的一个始祖 其实是最成法师 而最成法师的师父呢 其实就是跟 湛然大师学的 他学了之后呢 就是 倒税跟邪满法师 回去之后呢 其实就是传最成法师 而最成法师 就是大开日本的天台中的 一个所谓的 宗派法门 所以他算是一个 所谓的 开那个 所谓的 传法到日本的 一个所谓的 非常非常最原始的 一个先锋 是在这里 除此之外 有一个 华言中有一个 很有名的法师 是跟 湛然法师学过 湛然大师学过 那个 华言中的祖师 叫做 陈观大师 他曾经跟 湛然大师学之官 还有法华 所以 陈观法师呢 其实他的论注当中 都会有天台的 影子在里面 官法 还有一个 所谓的 一些 那个教理的 一个说明的时候 所以是 还蛮有影响力 包括 当时的居士 叫做 梁述的 都是跟 湛然大师学的 湛然大师学的 所以当时呢 其实朝廷 也要 那个指派 湛然大师到 朝廷去受封 三次啦 湛然大师 都没有去啦 因为他不想 有这样子的 一个所谓的 名利的一个熏心 所以其实就没有像 陈观大师 九朝的果施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状态 的一个所谓的影响 那这个 湛然大师 还是影响在后代 影响在后代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 它的一个重要性的部分 那底下呢 我就是介绍 刚刚跟同学所提的 止观毅力 跟磨合止观 浮行传红诀 两个共通的地方是 都是在 解释磨合止观 而方式不一样 一个是属于 关门的一个大概 一个呢 是一个磨合止观的 一个详细解释 好详细解释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 知道的 所以那个 止观毅力 我们是没有机会 来带同学 那个所谓的读 但是很重要 因为后代的学者 就会依照 止观的一个 所谓的毅力 里面的条文 有没有 来讨论 浮行传红诀 来研究 抹后止观 抹后止观 所以这两部论著 同时重要 同时重要 当然有带来日后 我们的因缘 我也很想好好的 来读这本 这本论著 所以就看日后了 就看日后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了解的 金西战然大师 金西战然大师 很值得我们去重视他 很值得我们去重视他 好 那因为是第一句嘛 就牵涉到战然大师 还有天台的祖师 跟他的著作 所以这个是属于背景 的一个所谓的祖师认识 底下就要进入 我们今天算是 我会觉得啦 比较重要的重点 就是观法 就是观法 那观法呢 其实我先要介绍的 是观这一个字 我不知道同学 就是学习我们的那个 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好像没有用到观法 我学这一个所谓的经论啦 有没有用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作用 有 绝对有作用 佛法其实是对于我们 有心想修学的人 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很大的帮助的 那因为这一本论著呢 包括经典 其实主要是在介绍观法 而观法呢 跟我们其实同学 大部分普遍都是修什么呢 痴迷念佛对不对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 并行的一个作用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对于 观这个字的了解的时候 其实念佛其实就是观 念佛就是观 而呢对于观的意思的解释呢 我列了几个 必须说这个是我是参考那个 词典的啦 那个所谓的佛学词典 但是我就是大概列这几个字 这几个那个所谓的主师的论著 对观的解释 让我们同学来看一下 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观的时候 有哪些意涵 而我们在读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观法的观 要如何去做一个了解 如何去做一个了解 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观经济语述的观的解释 这个观就是怎么样 直接就是符合我们要的认知 就是细念思察 然后呢说与为观 所以这个观呢有细念 细念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那个念头是怎么样 维系着 然后怎么样思维跟观察 这个就是观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在观十六观门的时候啊 这个观就是细念思察 那我说我称名念佛 可不可以是细念思察 也可以啊 这个佛号是细念思察 怎么细念思察 有没有怎么样 绵密不断 这个可以达到什么呢 可以达到那个佛号的绵密 来自达到什么呢 一心不乱 所以为什么我们称名念佛 会跟观 会有一个所谓的比较好操作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 那一个所谓的观的定的时候 我们就靠着那个佛号的 不断不断的绵密称念 而达到定的作用 这个是太太方便的 太方便的 我们不用在那边培养我们的定力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就可以这个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不断不断的称念佛号 而来加修我们自己本身新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培养定会的能力 定会的能力 所以观这个字 其实在我们这本论作就是细念观察的意思 所以不要再有哪种新的排斥 观跟我称名不一样 不一样 不要就是看到观就是念佛 念佛不管是哪种念佛都可以把它套上去 套上去 这是第一层意识 第一层意识 第二层意识我会觉得我会常常用到 尤其是在智者大师的一个 那个所谓的摩和止观 或者是讲到观法的时候 都会常常提到绝观这两个识 而绝观呢如果同学有学过维世学 就知道绝观是什么意思 寻世 寻世 所以这个观其实是一种所谓的思 那个所谓的思想 就是那个有思考的意思 而这种思考不是粗的思想 是细的思想 细的思想 而这种细的思想其实就是 不是达到定 不是达到定 像我们初产不是有那个所谓的五禅之 五禅之就是什么呢 绝观喜乐心以尽性 绝观其实可以把它换成 寻世喜乐心以尽性 就是初产的禅之 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禅之维系者 初产其实还会有绝观 就是初跟细的妄想在 初跟细的妄想在 初跟细的妄想在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在学禅定的时候 必须要去处理的绝跟观 而这个观就不是我们上面那个意思 就不是就不是 就让我们去知道 观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法跟意思 第三个 静明经的一个三观玄意 是智德大师所做的 观呢 它的作用 作用 它的作用就是贯穿跟观达 作用贯穿就是贯穿无名烦恼 就是见识烦恼 观达就是达到达到什么呢 达到真理 就是它的作用可以贯穿烦恼跟达到真理 所以像第三个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从作用上来做解释 所以以贯穿为义 也是呢 观达为能 观达为能 所以贯穿呢 就是贯穿见识横杀无名的一个祸 然后呢就是贯穿 而观达呢就是达到所谓的三地之力 就是空甲中的一个真理 所以从它的一个功用跟作用来做解释的时候 观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看第四个 第四个 就是观呢就是有观字的意思 而这个观字呢 其实有从那个智慧的角度 就是已经呈现达到什么呢 智慧所做的一个了解 所以这个是法呢 离诸秦记 顾名为观 这个是那个华言中的 有心法界记 所做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观呢 其实是更加达到那一个所谓的 已经禁制有没有 达到成果 所做的说明 所做的说明 那最后一个呢 其实是智者大师在母后子观 所做的解释 这个呢已经达到什么呢 法界动览的一个大名 来做一个诠释 这个已经达到 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结果 智慧啊 还有那个所谓的 那个光明 法界光明 来做一个解释的这个观 所以原则上 其实观 这五种解释当中 其实在这里 就是要谈到观法嘛 对不对 同学可以做一个理解的是 第一层意思 信念思维说以为观 就是已经要开始用观嘛 对不对 而用观呢 要怎么用观 就是用信念思察的方式 信念思察的方式 那谈到观 那不是知道观的意思 我们就可以观了 因为观有什么 有很多什么呢 观法 观的方法 观的方法 我相信同学还记得嘛 我那时候其实有提到 夜处嘛 对不对 还记得夜处吗 夜处其实就是 什么呢 所观的一个所谓的 方法 所缘境 对不对 还有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 那个方法 他的一个方法 所以观想的方法 因缘跟对象 其实这个是夜处 也是什么呢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观法 而当时其实在讲到 那个 那个清静道论的 事实夜处的时候 是属于偏向那个 所谓的 身文圣者的修法 比较偏向 但是观法有分小圣跟大圣 我这边所列的是大致上的 所列的是大致上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 普遍可以接触到的 这个观法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常常看到的 像比如说小圣的观法 就有四地 十二元 有没有 还有那个就是苦极灭道 十二英元 还有我们所提到的 那个所谓的五庭心观 数习不尽无常念佛等等的 对不对 这个是属于小圣 而为事有五重为事 然后三论中有八不中道 八不中道就是那一个 所谓的不生不灭 不依不亦不亦 不长不断 跟不来不去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 触入到空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空观 的中道观 同学说这个是观吗 没有错 打坐的时候 其实就思维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而可以 可以达到什么呢 达到空观的一个展现 这是三论中 而华言中呢 就是一心法界 天台中就是一心三观 密宗净土中 其实就是阿治观 跟十六门观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每一种观 其实都有呈现很 非常详细的一个观法 像密宗也是一样是如此 那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 这里所要看到的是 讲的是十六门观 那底下我所列的 是属于能够呈现的 像比如说 慈悲喜舍事无量 不敬白骨 对不对 还有观佛的生生法身 跟十方诸佛 等等的这一个观法 那我要 列这个观法是要干嘛 要让同学增加困扰吗 不是啦 是要跟同学说 这种观法 其实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而呢 底下其实因为要谈到三种观法 就是要让同学知道 其实这三种方法就是天台 比较典型的 对于观法的分类 对于观法的分类 而这种分类呢 就是我们文 然后我们的课本当中 其实底下所要谈的 这一个 那一个三种 哪三种呢 就是重型托式跟复法 我把它刮乎起来 同学就知道我们课本 底下的重点是哪些了 好 重点是哪些 第一个是重型 第二个是托式 第三个呢就是复法 那当然呢 这个其实对于天台后代 尤其是三教三外 对于这三种观法 有不同的看法跟认知 那我们还是从 智理大师的那个说法 跟主张来做理解 来做理解 这样才不会太复杂 才不会太复杂 那一开始 我会先把三种观法 依照祖师他的一个注 复述先把它的意思先列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底下 的一个重型托式跟复法 的一个解释 这样比较能够完整理解 要不然可能会觉得很复杂跟模糊 很复杂跟模糊 这个是我列三种观法 在这个地方一开始的原因 是在这里 原因是在这里 那先透露 这三种观法 其实我们的佛说观无量寿经 是重型观义 就是第一种的一个所谓的观法 就是重型观义 另外一个说法叫做 约行观法 重型就是约行 约就是约会的约 约定的约 约定的约 而这个重型观法 其实所全身的内涵 其实就是不外 摩喝止观所要谈的 四种三昧跟十圣观法 四种三昧跟十圣观法 那这个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好了 这样比较完整 同学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呢 其实就先来看 我在头影片上所列的 而这个文字呢 是摘字 只要操想解 只要操想解呢 其实就是在解释 那个只要操的 只要操就是知理大师所做的 意思是这样 那作者因为其实不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为大家所熟知 所以我就不列 所以我就不列 那文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就是重型托式跟覆法 就是在讲到观法的时候 有这三类 这三类 但是我先不用解释 我先谈一谈就是什么叫做 怎么观啊 不是谈一谈不是什么叫做 是怎么观修 怎么观修 原则上从小圣的一个 所谓的观法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六根在接触六成的时候 其实就要用功夫了 就要用功夫 原则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小圣是如此 大圣呢 哇 那就更加更加的一个所谓的 殊胜 跟所谓的困难 有他的一个所谓的 非常非常 就是 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够轻易去操作的 一个所谓的 他的一个高度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阿含经当中 佛陀怎么教 那个所谓的比丘们 去做一个观修的修行 那佛陀教导比丘 要修行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六根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接触外在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去说什么呢 觉察跟观照 这个其实就是在观修 为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一接触的时候 你没有去觉察 你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当下就产生染灼 爱灼 这个时候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心 是被外境所牵着走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心的奴役啊 是心的奴隶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容易被外境所牵着走 然后我们产生贪爱 直取然后执着 接着就是夜报 接着就是夜报 所以我们有夜报 然后接着是瘦身 瘦身怎么样 就感得生老病死又被苦恼 是这样来的 这是一连串一连串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观修跟观察 其实就是在什么呢 就在改变我们这一生 乃至来来生 来世来世 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轮回 的这样子的一个苦 所以当我们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去观察 观照的时候 我们心就不会产生染灼跟眷念 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所谓的 贪爱而滋养 那一个所谓我们的贪嗔痴跟烦恼 所以我们不会支取我们的夜果 跟夜报其实就不会增长 我们呢 对于那个所谓的瘦身之后的 生老病死又被苦恼 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苦 不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重苦 而有产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行 在那个接触 成的时候起观照的方法 所以到成就的时候 就是截断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烦恼或根 烦恼或根 所以我们真正 其实要修行 有成果 正果 是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 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 那我们修行 就是从起心动念处 这个地方下手 然后觉察跟观照 这个是在小圣阿寒经所谈的 这个是所谓的观修观照的 一个所谓的方式 跟操作的方法在这里 那我们大圣呢 其实 所谈到的 这里三种观否所谈到的 所连结的 是一定要达到一心三观 就是原教的一个观修方法 而这一心三观呢 其实是从这三个角度 把它分类成三种 来做一个说明 那第一个是从行观义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从行观义 一株大圣经呢 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 直呢就因心显三千法 这个就是从行观义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祖师呢 就是只要超强解 在讲到从行呢 得这一个观的一个意思呢 完全就是在讲摩合止观的观法 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跟 因心 等一下其实我就是对于这三个词 然后会做一个说明 这个是从行观义 那同学可能会进一步 会认为 那我们观无量寿经 跟这三种 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跟观因心 好像格格不入 没有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先跟同学介绍到这里 这是从行观义 第二个是托事 托事 托事呢 是有一个能托跟所托 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借着这一个是 而来什么呢 进行一心三观 所以这个托事跟前面的从行就有差 从行就是直接在心这个地方下手 心这个地方下手 行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 这个直接从因事心这个地方开始 托事是有一个所依 而进入一心三观 那复法呢 是有一个能复 复什么法 四第十二因缘 这个叫做法 复法门 然后诸法门为所复 这个就是事跟法两观的意思 所以托事跟复法呢 两个都有一个所托 一个所谓的所依的部分 所复的部分 好这个是大致上这三个意思 是从观修这个地方呢 来做一个解释跟认识 第一个是直接从心 这个心是因事心 第二个是呢 有一个所托的事 第三个有一个所复的法 来带入 来带入什么呢 来带入修齿一心三观 所以极呢 事法两观义 事法就是托事跟复法 托事跟复法 还可以吗 这个是简单的去认识啊 去辨别 所以有大致上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底下 我们课本上的文 课本上的文 所以一者重行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第一个重行嘛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观万境 与万境观一心 然后呢 万境虽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妙观理等 妙观理等 意思就是说 其实不管说是任何万境的呈现 都是心所现 所以心是一 所以万境虽然是不一样 但是因为是心所呈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万境 所以这个所谓的心的理是一样的 所以妙观理等 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所举的如观音等的观音 就是观我们那个摩合指观的实境当中的第一个观音视心 观音介入 观音介入的静 就是实境当中的第一个观音介入静 好这是重行的简单解释对不对 但是呢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简单解释 其实我不知道同学能够掌握多少 所以底下呢 其实我是也是一样是参考主师的著作 然后摘录的 然后让同学去更能够去了解 什么是重行 重行 那底下的一个解释 我大概其实在刚刚的一个介绍当中 多多少少都已经有做 那个里面文字的一个解释 所以同学就照着这个文呢 我相信其实不会太难去理解 所以我们看底下的注解 重行呢又叫做重行观 也就是直达观 什么是直达观 直接观这一念心 这个叫直达 所以一念之心呢定为所观之境 与其心性呢观为极空极甲跟极中 一念之心是所观之境 也是一个能观之心 而这个能观就是极空极甲跟极中 而这个所呈现的就是不思意境 同学就是大概这样听 那这样子的一个不思意境 从哪边可以看呢 从知理大师的两重能锁 可以做一个了解 可以做一个了解 这是观的方法 观的方法 所以同学可以从一念之心 然后呢一心三观 极空极甲极中 在这个地方 然后来做一个重行的理解就可以了 重行的理解就可以了 那天台呢在观法的时候呢 一定会谈到实胜观法 那如果同学有的同学没有学习那个 就是那个教官纲中的时候啊 对实胜观法可能会比较陌生 那这个都没有关系 就是日后我们多多少少会介绍 等一下我会列出实胜观法 来让同学做一个认识 就是一层一层一步一步的观修的意识 立实胜 所以立实胜 每一个实胜都是在修极空极甲极中 这个就是跟后面的那个所谓的托式跟复法不一样 一于后二而专于观行者 这个叫做重行或者是约行 这两个词都可以 所以底下的解释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观一念之心 然后怎么样 极空极甲极中 而他呢其实就列了实胜观法 跟观音介入 叫观音 观音是心 来做一个举例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重行观的意思 重行观的意思 好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那个所谓的更多的解释 帮助同学理解的 其实是这一个 因为重行到后面的托式 很容易怎么样 会让人家误解跟混淆 误解跟混淆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做一个理清 做一个理清 同学觉得如果 那个去理解很困难的时候 不要放在心上 会增加烦恼 这样就不要 就是看过就好 那我们就是稍微理解一下 认识一下这样就好了 重行呢是通内外释法 就是我们其实是直接从心下手 但是这个心下手很特别就是 他不是撇开释法之外 只谈理不是 所以他是通内外 内外是什么意思 心内跟心外 心内跟心外 所以是通观什么呢 内外释法 但是呢 心外的释法 会把它怎么样 会放在心内来做一起的 一个所谓的运作 好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微局内心像四种三昧 就是在做啊行啊 或者是半行半坐 或者是非行非坐 都可以去操作 而这一种所谓的事项的 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行驻坐 对不对 都是在内心操作的 像比如说四种三昧 这个是属于重行观 好 而这四种三昧呢 其实是什么样 修实圣观法 观的就是我们内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修 这样子的一个观修 所以呢 这边有介绍几个都很重要的 就是四种三昧跟实圣观法 那等一下我就稍微列一下 让同学去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好这是前面这两行 那后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智力于因入 因入呢就是因介入的前面两个 那这个是简写啦 就是于因入 其实就是于因介入 就是五因十二入跟十八戒 五因十二入跟十八戒 这个都是立元对境 那就是我们常常所知道的 就是立元对境修 就是不管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啊 怎么样的一个所缘 都可以当作观修的一个对境 意思是这样 所以修行要达到绵密的时候 其实是怎么样 是那一个所谓的 不断不断的观修下去的 不是中断的你知道吗 不是我们说高兴念个三句五句佛号 我们叫往生净土 我一直说往生净土没有那么简单 就把往生净土讲稍微难一点点 让大家其实在修行上 可以更加能够那个精进 要不然有时候讲的太容易 有时候那个会对自己 会认为说太简单了 随便怎么样的放逸都可以去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好 这个是立元对境 则呢通关内外 十六观经呢观佛 意呢是从行外境 所以十六观经的观佛是什么呢 是从行观 从行观 的一个什么呢 外境 外境 而这个外境呢 是极了净 极了净土的外境 对不对 但是观是由内心所呈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修 所以这个是属于从行的 从行的 依诸大圣经有立四种三昧 修始圣观法 直救阴心 阴刚刚有说了 就是五蕴的蕴 而这个阴呢 阴心其实就是五蕴当中的 色受想行事 对不对 而呢他的阴心指的就是世心 世心 就是一念心的意思 一念心的意思 而呢观这一念心 而可以怎么样 显现三千法 就是一念三千啊 一念三千 那当然啦 为什么 可以显现一念三千法 对三千法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到 那个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谈 就是一念心就可以显现三千法 就是一切法的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从行观义 这个从行观义 那这里的介绍 其实都有牵涉到几个名词 我底下要跟同学介绍的就是 四种三昧 还有实圣观法跟实境 那先介绍啦 有一点认识之后再往下谈 我会觉得才会比较谈的下去 要不然其实就是那种所谓的一丝半解 这样往下 其实掌握到的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微弱 微弱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四种三昧 四种三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所谓的姿态 来做分类 那其实这个就涵盖了全部的三昧了 那这四种三昧呢 分别就是长坐长行 半行半坐跟非行非坐 也就是说修行的一个所谓的姿态是坐的方式 这个叫做长坐三昧 那行的方式呢叫做长行三昧 那我们可以常常就是在修行的那个所谓的修行界 佛教修行界可以常常看到就是长行三昧 就叫做波舟三昧嘛对不对 像那个庙连老和尚嘛 同学都知道 就是在一生当中就行了好几次的那个波舟三昧 波舟三昧 这个都有所谓的修行的期限的 而在这期限当中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修行的成果 那也是这者大师鼓励修的部分 那长坐三昧呢要叫做一行三昧 这个一行跟站立的行不一样 就是一个什么呢 坐姿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坐的姿式 然后来修这个叫做一行三昧 也是一样是在这九十天上中用 常坐的一个方式来修三昧 那半行半坐呢跟非行非坐三昧呢 其实也是一样是有值得生论之处 半行半坐在摩和止观分成两种三昧 一个叫做方等一个叫做法华 而这两种三昧都有他的一个行法 什么行法呢 就是他呢要去做这种三昧的时候 要设坛场 而且呢设坛场之后 其实还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仪轨 什么要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这个坛场要行怎样的一个仪轨 都有做一个所谓的那个三昧 燦法的那个所谓的修持方式 这个是三昧跟法华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行这种三昧不是我们所认知的 我就是要去观修而已 还有他的事项的操作 有事项的操作 这个就是刚刚在讲到 就是不离开事 不离开事 这个是半行半坐 那非行非坐三昧呢 在四种三昧当中 摩和止观所谈的内容是最长的 而呢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重要的 那智德大师其实是参考他的师傅 慧斯产师的决议三昧当中 其实又更加的做一个 飞行非坐三昧的一个说明 那飞行非坐三昧呢 是在行住坐卧 撇开前面三者 全部都纳到飞行非坐三昧 这一个三昧当中 所以这种飞行非坐三昧 就是普遍在行住坐卧 都可以做一个观修 所以这一个叫做一起集修 就是我们意念怎么样 能够随时能够在这个 意念当中的一个观照就可以修了 所以这个叫做决义三昧 义起即修 义起即修 那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随字义三昧 所以当呢 其实我们看到决义或者是随字义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个认知 他就是非行非坐三昧 反而这两个词常常出现呢 就是决义跟随字义 决义跟随字义 这个是四种三昧的认知 四种三昧的认知 四种三昧的认知 那细部呢 其实还有可以谈 比如说对于念佛的一个重视是什么 像常作跟常行啊 他们念佛在这两种三昧的功用就不太一样 就不太一样 所以还有很多可以细谈的部分 细谈的部分 那从那个所谓的威仪行出作恶 来分四种三昧的一个所谓的四分 让同学去知道 那除了四种三昧之外呢 还有就是两个很关键的词 就是实境跟实胜观法 实境跟实胜观法 那必须要说就是实境跟实胜观法 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境当中都有实胜观法的观修 每一个境当中都有实胜观法的观修 也就是说像阴界入境啊 就有实胜观法的说明 烦恼境也是有实胜观法 病患夜相模式禅定诸见 真三昧二圣跟菩萨都有实胜观法 所以实乘以实就是一百种 那其实重点是在阴界入 阴界入 那如果说不行的时候 其实才不断不断的就往上去调整 实胜观法也是一样是如此 那个主要是在观不思以境 那刚刚不是有讲到观阴是心嘛 对不对观阴心 就是在讲五阴的阴 是的这个境有没有 的观不思以境 观不思以境 意思是这样子 那同学如果要对于这个境的了解呢 其实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境就是所观的境 所观的境 所以这个所观的境呢 智者大师是主张五阴十二路十八戒当中 就取阴界入当中的 五阴的色受想行事当中的 适阴心的适阴有没有 来当作是一个所观修的对象 因为怎么样 他是在现前而已啊 随时可以去做操作的 因为最方便最简洁也最容易去入手 所以是第一个阴界入境是最重要的 是第一个是第一个 那烦恼境就是我们的烦恼贪嗔痴烦恼 所引起的境界都可以当作观修 是第二个烦恼境 那第三个病患呢就是什么呢 四大不条所引起的病苦 可以当作一个观修的对境 所以这是第三种 那这个呢 其实有没有就是好观修 有啊 其实在有关修直观的过程当中 因为四大不条而产生的病患 常常会看到 常常会看到 尤其是每个人都是业障之身嘛 在修行过程当中 常常都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障缘产生 这个都可以当作是很好的一个观修对象 观修对象 那夜象呢 夜象境是指自己本身在善恶业 烦恼所呈现的这一个夜象 所以当这个夜象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不要太过去高兴 也不要太过于去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人在修 修到有很好的瑞象出现啊 这个时候会很开心啊 然后产生怎么样 得意啊 这个时候烦恼像 这是烦恼像 那当然不好的像出现的时候也不用害怕 因为它只是一种所谓的 像的呈现而已 它是虚幻不实的 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跟了解 那魔境呢 其实就是因为修行过程当中 其实会怎么样 魔会害怕嘛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在灭恶啊 魔呢 其实因为害怕而会干扰我们 所以我们就要以什么呢 死来当作我们觉悟的一个所谓的观修 这个是模式禁 第六个是禅定禁 其实在修行观法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禅法的一个观修 像比如说我们所谈过的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 十六特圣啊 有没有 还有通明禅啊 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种种的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禅法 那禅法修行过程当中 会有很好的禅未定 禅未定其实有人这样描写 当你在入的 尤其是三禅啊 三禅有热受嘛 入的那个三禅之热的时候啊 是胜过于世间所有的热受 所以有人就因此就沉溺在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很大的帐 很大的帐 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怎么样 要去做一个所谓的观修的对境 那如果是外道的话 其实就怎么样 就跟佛法的这一个真正的一个 镇定不一样 因为他们很容易单溺在这里 我们其实有一个所谓的观修的对境 不会被这个禅未所那个带着走 不会沉溺在这里 所以很容易出来 很容易出来 这个就是有关禅定禁的观修 那这个到这里呢 其实都有普遍的禅定的高度了 才有办法做观修 才有办法做观修 那朱镜镜呢主要是 在禅定禁上来的时候 会出现那种所谓的什么呢 相似的真理 或者呢相似的妙物 这个时候呢有些人会认为说 他已经达到真理了 我觉得我会有看到哦 比如有人会认为说 他看到很大片的一片光明 很大片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个 很大片的那个彩色 然后他们会认为说 他们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成就 这个就是一个障碍 有没有成就就看烦恼会不会怎么样干扰到你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所谓的印证 最好的印证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会变成有哪一个我慢 就是变成直观的障碍 所以这个是朱镜镜 朱镜镜 然后呢当呢你执着 就是这一个所谓的朱镜镜 当做是一个他是错误的 你又把他认为是真实的涅槃 而其我慢的时候 这个大的障碍就来了 这个叫做真上慢 这个叫真上慢 而呢后面的二圣跟菩萨的对峙 就是要让我们要突破那一个 身文跟那个什么呢 那个藏通别菩萨有没有 这个进而达到原教原法的 这样子一个实相的智慧的一个见解 所以到后面的二圣镜跟菩萨镜 其实要对峙的就是这一个障碍 障碍什么呢 障碍要达到原教见解的 这一个那个身文跟那个见次菩萨 的这样子的一个障碍 这个是实镜 这个是实镜 所以实镜呢修到后来 其实已经是进入原教的一个关节 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智解 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实镜呢知道之后 我们来看实镜观法 实镜观法第一个 其实观的就是不思意境 那刚刚有说嘛 这个是不思意境呢 其实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一念心当中去做操作的 所以观的是空甲中三观 所呈现的就是不思意境 不思意境 可以从那个智底大师的两重能锁 的这一个观法来做理解 那第二个呢是发真正菩提心 同学我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很疑惑啊 为什么菩提心不是第一个 因为其实以一个立根者而言 他本具足真正的菩提心 这个时候他一修 第一个就入了 第一个就入了 那当呢其实当第一个修 没有入的时候就要重新来 要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呢 不是一般的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就是道心嘛 身文的一个菩提心也是菩提心啊 菩萨也是 但是这个真正的菩提心指的是 原教的无作菩提心 无作菩提心 所以这个发真正的菩提心呢 其实还是要从原教的规格 跟那个核心来做一个理解 来做一个理解 那菩提心发了之后呢 就进入我们的这 菩提心其实就是在修行的 修那个菩提心 那如果不成的时候 才往下面的一层一层 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进上来这样子 所以要到那个二三四的阶段上来的时候 都已经是中根了 乃至下根的众生 在修的一个层次 修的层次 立根的话 第一个就入了 就成就了 就成就的 那第三个呢 善巧安心止观呢 就是指的善巧用止观 来安住在真乳的本性当中 这个安心止观 所以这个止观呢 其实就已经会用我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自信亲近的 这样子的一个真实本性来做观修 第四个是破法片 就是破什么呢 破执着 法片呢 其实就是骗破一切执着的心 这个是破法片 那视通色呢 就是知道什么是可以帮助我们修行 什么会阻塞我们修行 我们要去做一个认识跟了别 这个叫做知通色 知通色 那道品调试哦 同学不要小看套品 道品讲的就是37道品 而这个37套品就是无作的37套品 就是圆教的圆教的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简是37道品的这样子一个修持 然后呢 会知道 适合我们自己本身的性质跟能力的 一个方法 来做一个调试跟调配 调试跟调配 那第七个对质助开呢 其实就是用什么呢 用那一个所谓的 修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来去除障碍 然后来开解那一个所谓的我们修持的 这样子的一个解脱法门 这个叫做对质助开 对质助开 而自慰次呢 就很重要 就是我们如果知道 那个所谓的修行的阶段 就不会把自己本身拉得太高 而产生我慢 产生我慢 这个是知次慰的一个所谓的认知 然后呢 能安忍就是对于我们内跟外的障碍 都能够没有动摇 所以我之前有跟同学说 忍入是一个破落密 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然后能够心不动摇 能够安忍 就能够成就什么呢 成就到法 成就到法 那到最后一个呢 其实如果一直到最后一个 你如果能够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修 不断不断没有成就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一个就可以成就了 因为呢 其实你就是我们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 会产生对于法的执着跟可爱贪爱 这个时候能够去除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菩提位 真正的菩提位 好以上其实就是对于什么呢 我们原教法的一个重点三个 要做一个提示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也是一个 那个算是一个 官法 原教官法的一个核心 四种三昧 实境跟实胜官法 如果有这三个的一个认知之后 那摩合止观 要去做一个解读的时候 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法 很大的一个助到源 好这个是约行的重行的一个 那个所谓的认知跟解释 还可以 底下呢就是副法 就是副法 什么是副法呢 法的意思就是法门 法门法的内容的意思 法的内容的意思 所以呢这里 这一个副法 他举的例子 叫做什么呢 四第五行 四第五行之文 四第五行之文 四第五行的五行 同学还记得吗 盛行 对 天行 还有呢 婴儿行 病行 对不对 其中还有一个 其中还有一个是什么 盛行 还有 我记得其中还有一个是什么 范行 对没有错 盛行 范行 天行 然后婴儿行 跟病行 对不对 这是上一周 我们有谈到的五行 以这样子的一个法 入一念心 这个叫做圆观 也就是说副法 就是先依 这一个法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文殉 然后呢 再带入我们一念心的修持 这个叫做圆观 这个叫圆观 我底下呢 其实是就附注 其实对于同学 对于副法的理解 副法比较好理解 就是有关法门的意思 法门的意思 所以佛所说的四第十二因缘的一个法门呢 入于心 然后怎么样 观实理 也是一样是 一如前呢 不别限定能观之志 跟所观之尽 这个就是什么呢 能所不二 能所合一 这样子的一个修三观 修三观 那世谦 就是赞人大师的世谦呢 其实就讲到 观心随稳一句 然后呢 摄氏成理 摄氏成理 摄氏呢 讲的就是法 讲的就是法 然后怎么样 不带观境 这个呢 就是修观 当然了 这个观心就是从原教的观心来谈的 原教的观心来谈的 好 这个就是副法的部分 副法的部分 那底下呢 是托氏 好 托氏的部分 托氏呢 其实我举了比较多的例子 因为我觉得是呢 我会觉得比较好举例子 因为这个例子呢 其实都还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例子 然后去认识 托氏 是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观法 第一个就是托氏呢 如王舍臣 骑蛇 骑蛇山 明呢 从氏立 为什么从氏立呢 因为王舍臣或者是骑蛇枯山 都是什么呢 都是氏像 都是氏像 然后呢 借着这个事项 来作为一个观修 来 以老执勤 如呢 方等 普贤等金 皆是也 那后面的方等跟普贤等金 同学可以看一看 因为方等跟普贤等金呢 还是一样是有是 借着事项 而来观修 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那 除此之外 像 第一个底下我所付诸的第一个 王舍臣 怎么样做观修呢 他说明从氏立啊 没有错 我们知道王舍臣是氏 那请问一下 怎么样借着这个氏而来起观 那这个解释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一个所谓的观修的方法 因为呢 他观呢 他说如王舍臣 他观王舍臣是新王 然后呢 观万二千人呢 十二处的这样子的一个谦辱 这样子的一个事项 有没有 这个一一的事项入心而来误解 误解 因为这个都是心所现 误解 借着这个事项而来误解 这个都是心所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误解 也是真理 这个叫做托世观 托世观 那另外 其实在 那一个所谓的 法华悬议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国王啊 然后他观什么呢 花非夜洞 然后他悟 悟到了 悟到什么呢 悟到无常向 而得到辟之佛 得到辟之佛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借视而悟到的例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国王 他其实 他第一个那个官非夜洞 是我们的眼睛去看 对不对 而悟的无常向 第三个例子是 这个国王呢 是借着声音而悟得的 所以他这个怎么训练的呢 他让宫女有没有 带那个环 环穿有没有 然后渐渐的 那个宫女的环穿 一个一个减少 一个一个减少 剩下最后一个 带的这个环穿 有没有 也把他摘下来 声音就变成没有了 好 所以这个国王呢 他的慧根是如此 真的是 他有慧根的 他就思维这个声音 是因为因缘所生的 对不对 因为有带才有声音 对不对 那带多声音多 带少声音少 而悟得辟之佛 而这悟得辟之佛 这个也是一样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而最后一个呢 其实 这个是谁 这个是那个 所谓的 一个祖师的过去生的 一个案例 一个祖师过去生的案例 他呢 其实就是他过去生当中呢 是一只弥猴 那这只弥猴呢 就是他看到一个辟之佛 有没有 在坐禅 然后呢 他就学他 也跟着他那边坐 你知道吗 后来呢 他学他在那边坐的时候 这只弥猴很聪明 他看到外道也是一样 是在修苦行 但是问题他知道 那个外道的那个苦行 有没有 好像是没什么样子的一个功用 所以他就教外道 在外道的面前怎么样 打坐的方式 然后呢 手拧其口和其眼 就手放好 然后眼睛闭下来 然后嘴巴呢也合起来 然后这个外套就赞叹啊 哦 这个弥猴也会这样子打坐 哇 一定会有很殊胜的法 所以外道就学 这只弥猴打坐 结果怎么样 哇 外道正得屁之佛 哇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呢 这只弥猴 其实就是 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以弥猴之身 而可以度外道 而他的一个所谓的度的方式 其实就是 家父而坐 手拧其口 跟和其眼 这个就是事项的一个观修 的一个所谓的修行 引入那个所谓的观修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证悟 观修的证悟 这是第三种 所以每一种都是什么呢 都是事项的呈现 都是事项的呈现 好 大概是这三种知道之后吗 其实我们底下来看 底下的两个问答 那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了 就会比较清楚了 到这里还好吗 比较好 比较好 因为这个都是属于比较 那一个所谓的 比较没看过的 没看过的 所以我想这样子 慢慢的进行 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 比较好一些些 那底下的问答就是两个问答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就是前面这两个 跟后面这两个 就是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这样子 好 那他就问啊 那这三种当中啊 我们的经典的这个十六观 是属于哪一种 好 那 我们好看至理大师就回答 经观 既呢 不最乎 四地五行 入心成观 又不介事 立境立观 所以 他呢 不是复法 也不是托事 不最乎 不最乎就是 他不属于四地五行 入心成观 好 也不介事 立境立观啊 好 因为他是有什么呢 心所限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像 跟观想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不是 复法跟托事 好 所以如来之谈十六观行的 修正之门呢 一定是什么呢 第一种 重行 好 那不管说 到底有没有 我们同学有没有 真的去分辨清楚这三种 总之呢 重行要讲的就是 原教的一个所谓的 一心三观的一个方式的意思 一心三观的方式的意思 那那个一心三观的方式呢 再带出四种三昧 带出四种三昧 好 这是第一个问答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三种当中是属于重行 也是约行的观法 好 那底下呢 他就有讲 毅力三种 毅力指的就是 直观毅力 就是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赞然大师所著作的 直观毅力 他所分类的这三种 他都会去入理观 都会去入理观 只不过说 第一种是直接入手 第二种都有所依托 他都是理观 经十六观呢 立一正式 立就是经历 有一报跟正报的事进嘛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还要有那个所谓的和谕三种呢 为什么还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三种的分别 三种的分别 后面的这个呢呢 同学可以把它改成耶 因为他是错字 古人不会有呢这个字 呢这个字是现代的人的 一个出现的字 那托式复法二种 二种后面同学可以补充一个 这个是缺少的 二种三观 因为这两种 其实都会趋入到 那个一心三观 所以这二种 是跟法都是是 而趋入三观就是理 所以托式跟副法都是有是有理啊 且这不论重行三观 以何异故不应该立誓呢 有时候重行三观 虽然是重新入手 那他不可能会撇开是 而止谈理 意思是这个样子 意思是这个样子 这是知理大师的回答 那总之啦 总之这里要说明的就是 十六观是重行观 三类当中的重行观 这样就好了 那底下呢 其实在讲到四种三昧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先跟同学介绍四种三昧的原因是在这里 原因是在这里 那既然是重行嘛 对不对 一定是四种形 哪四种 长座长行 半行半座跟非行非座 而呢 那一个所谓的四种形呢 我都把它刮伏在那一个三观的后面 不同三观的后面 不同三观的后面 常做一种呢 种植观里 鱼呢 三种三昧 怎么会不监视呢 为什么我必须要说 口是不说的 波座三昧呢 口要念佛 但是长座三昧呢 口不说 它会有一个开源 就是 当你一起当中90天都不说话 怕有些人会有障碍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开源就是 你可以去念佛 念佛就是 助你那个观修的法 它会帮助你消业障啊 在你观醒的时候更加顺利 这是长座跟波座上面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它说 种植观里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而它也说念佛 但是念佛的功用是在消除业障跟助 道法跟助道法 这是长座三昧 那长行三昧呢 是波座三昧 波座三昧其实我们知道嘛 就是90天都是什么呢 都是走的一个方式来做修行 而呢都是口称佛号 而这个口称佛号呢 主要以那个阿弥陀佛为主 历念佛事主要以阿弥陀佛为主 这是长行 那下面的半行半座呢 刚刚有跟同学说 在那个智子大师所说的半行半座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方等 一个是法华 都是方等三昧跟法华三昧 一样所说明的都是运用空甲中三观 但是它那个所谓的修持的仪轨的 那一个所谓的事仪 事项有不太一样 方等三昧 其实会跟持咒 会有关联 它仪轨当中会有 那个所谓的持咒的法 那个修持 修持的一个所谓的方式 而法华三昧呢 主要是诵经 这个日后呢 会把那个两种三昧的仪轨 秀出来让同学稍微看一下 这边不说啦 这边不说 而呢 请观音三昧跟决议三昧都是一样 都是飞行飞坐三昧 原则上飞行飞坐三昧是怎么样呢 就是前面的那个忏法 就是撇除掉前面的三种三昧 全部都可以纳入在飞行飞坐三昧 但是呢 在母后止观呢 飞行飞坐三昧是 举请观音经 来当作是一个那个说明 所以这边会说 请观音经三昧的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有修那个请观音 那个所谓的经的一个所谓的仪轨 而这个仪轨呢 主要是历素席式 他修持方式是这一个 修持方式是这一个 那经典的修持之外呢 就是有 那一个所谓的决议三昧 就是决议三昧 也就是随字议三昧 意思就是说行住坐卧任何时间 都可以做观修 这个叫做意起即修 意念怎么样 到哪边就可以做一个观修的修持方式 而这个修持方式呢 怎么观 因为我们的心呢 其实所呈现的 不是善就是恶 还有一种叫做无忌 所以历三昧四的意思就是善恶无忌 善恶无忌 所以历呢善恶无忌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法来做一个观修 所以这个就是四种三昧的一个观修法 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谈到 除了第一个常作之外 直观礼 其他三个都有历四 历什么四啊 念佛 持咒 诵经 述习跟三姓 这个叫做历四 所以若非重行 何舍属爷 所以讲到这四种的一个三昧 属于重行嘛 对不对 但是一样是有历史 一样是有历史 这个 是属于重行 那个所谓的观法的 那个说明 重行观法的说明 那这边呢 是讲到 波周三昧怎么观 波周三昧怎么观 大致上跟同学讲 因为时间好像快到了 这边大致上讲到这边 我下个礼拜 还会再稍微做一个 所谓的回顾 就是波周三昧呢 是出观佛的足下千轮 然后慢慢观上来 从佛的足下的 一个所谓的千轮像 再观到 最后的佛的那个若记 若记的这样子的 一个所谓的观法 这个叫次第逆元 一直到若记像嘛 对不对 笔观像的时候 就是用三观来观的 笔呢 是重行 金哪独飞 所以这个呢字 也不要了 这个呢字 我相信是帝贤法师 把他放进去的 他口头话 更何况 的矿字可以补充上去 因为矿字是原文有的 更何况 只观毅力呢 只观毅力呢 只观毅力有说 唯于万静观一心 其呢 金十六 不为一心 妈字也是 也是 也是帝贤法师加上去的 所以同学可以看着办 看着办 这补助理解 跟补助理解 也没关系 金文呢 序列十六的一个镜像 大师呢 但于首题 那是原三观 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 在解释题的时候就 有说明原教的三观 同学可以翻前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是金 但是是错字 是令 原文是令 令呢 将此观 观十六境 元三观观十六境 正比万境 虽然是不一样 但是呢 是妙观礼呢 是一样的 妙观礼是一样的 讲这些呢 其实就是要让同学去了解 十六观 如何跟原教的原三观 第一个 先做一个 那个所谓的 两者相连结的说明 第二个就是 在底下的十六观当中 就是要用原三观 来做一个认识跟了解 主要是在这个样子 那后面的一个补充是 我们课本所没有的 这个我们下一周的时候呢 再来做说明 再来做说明 那这个错字跟补充的 那同学可以稍微做一个 那个所谓的定证一下 因为金跟令 我会觉得差还蛮多的 另将此观 观十六境 是原文所做的 原文的认识这一个 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 先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周呢 再来看 下一周再来看 也是跟观法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都是属于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好同学请合掌 愿离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请不吝点资荣